至于明年的台中市长选战呢 外界预期蓝绿将会由现任市长胡志强 对决民进党立委林佳龙 只不过胡志强迟迟没有松口 而民进党则是要等到年底民调出炉 现阶段的各路人马都还是勤跑基层 或是举办问证说明会 积极的拉拢民众的支持 三 二 一 请分享 早上鼓励 庆祝朗夫妇结婚满六七十年 有意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和民进党竞争对手立委林佳龙 通台亮相 不过明明近在咫尺 却没有任何互动 前天才说资源回收就是市长在连任 似乎露出参选曙光 当媒体在追问 选不选下一任市长胡志强态度 又转趋低调保守 另一位正在参与民进党内初选的林佳龙 则把握机会 请走基层 对党内竞争对手 同事立委的蔡奇昌 积极办问证说明会拉台士气 林佳龙不以为意 721选举蓝绿决战大台中 平2014更是为2016抢占先机 联合报赵荣轩台中报道 好 MING PAO CANADA & MING PAO TORONTO